金骏植是最厉害的赶死队小兵 一花接木地做了朝鲜和苏联两个国家的战俘 而接着他的便是第三次到来 他们在德国的领土上结伴而行 无奈长谷川伤势过于严重 金骏植背着长谷川来到了一个破幕 打算前去寻找药物的金骏植被德国人抓走 留下了奄奄一息的长谷川 就这样金骏植第三次成为了内粹人的战俘 1944年 是缘分让金骏植和长谷川 在欧洲的诺曼底战场相遇 两人便计划逃离战场回到自己温柔的故乡 而就在此时 美国的飞机已经开到了头顶 无数颗炮弹接踵而来 突起不备的战友一个两个接着倒下 盟军的坦克也发起了攻击 成千上万的美军登陆诺曼底 整个海滩仿佛像一个绞肉机 混乱中的金骏植和长谷川 再一次准备逃跑 却被德军拿枪指着 拼死作战 狡猾的军官居然将碉堡的铁门锁了起来 而美军的登陆舰也到达了海滩口 此时的敌军冲了进来 发现了二人 毫不犹豫扔了一颗手榴弹 好在二人反应迅速 才捡回一条命 两人并肩逃离穿过枪与炮弹 炮火连天中 幸运的是长谷川 而不幸的是金骏植 无数的散兵空投了下来 被击中的金骏植 为了战友好好的活下去 金骏植扯下了身上的身份牌 交给了长谷川 因为他知道 美军是不会放过日本人的 长谷川以金骏植的身份成功被救 从此世上再无长谷川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小夕 喜欢的请点个关注 下期视频更精彩哦 咱们不见不散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